大乌鱼事件真的发生了 今天我带着马克和小柴去公园六弯 回家的路上马克突然不走了 怎么叫他都没有反应 我上前一看树上竟然长了三个果子 看了出来马克很想吃树上的果子 但是果子长得太高 试了几次都没摘到 的时候我想到一个好办法 可以踩着马克的后背就能够着了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摘到了果子 我迫不及待地吃了一个 然后给马克一个 给小柴一个 但是他没有吃 最后一个果子 我和马克一人一半 吃了果子我们开开心心地回家了 这时候故事才刚刚开始 半夜的时候 我突然感觉肚子翻江倒海一样 来不及多想就飞奔厕所 我刚坐下 这时候马克竟然也来了 他表情也很痛苦 我似乎能听见他的肚子发出 呼呼的声音 然后就 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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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呜